木工,依照线条顺势推拉。注意,用力不能太猛,以免将线条以外的部位破坏,影响整体的图案效果。 使用钢丝锯最大的好处,就是可以在木料的任何位置加工镂空的图案,又可以不破坏木料的边缘。 钢丝锯是木工的重要工具之一,它的作用是把木材爆销成平直、圆、弯曲等不同形状。 木材经过爆销之后,表面会变得平整光滑,并且具有一定的精确度。 在开始爆销之前,要调整爆刃,将爆刃打出爆床底座。 刃口漏出的多少,要依据爆销量而定,一般是0.1至0.5毫米,最多不可以超过1毫米。 用单眼检查露出量的大小,如果露出的过大,需要退出些,可以轻敲爆床的后端,直到合适为止。 在爆销之前,应该对木材表面进行选择,一般要选择洁净、整齐、纹理清楚的才作为正面。 推爆时,用双手的中指、无名指和小拇指紧握手柄。 食指紧顶住爆上面盖铁,大拇指推住爆身的手柄。 用力向前推进。 操作的时候,两腿必须立稳,上身略向前倾。 如果木料比较长,身体就要随着爆的推进向前移动。 手中的爆要保持平稳,尤其是爆到木料前端时,爆不要翘起或滑落。 退回时,应该将爆后部稍微抬起,以免刃口在木料上摩擦,致使刃口迟钝。 第一面爆好后,用单元检查材面是否平直。 达到标准后,再爆相邻的侧面。 在木器加工过程中,部件的连接除了钉子、螺栓连接外,还有一种笋某连接。 因此,开损、凿眼是使部件连接成为一个兼顾整体的重要工序,也是木工需要掌握的一项重要内容。 手工凿损眼的主要工具是凿、锤子。 凿有不同的型号,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根据损眼或圆孔的大小、深度、零部件的厚度选择具体的凿。 在开损之前,要先根据所需的尺寸,在木料上画好损眼线。 损眼线可以稍稍比实际需要的尺寸小1至2毫米。 损眼的深度要比损深2至3毫米。 因为两个部件在连接时,是需要敲打才能插入损眼中。 损眼稍小些,可以连接得更紧密。 将画好损眼线的木料放在固定的操作台上。 木工侧坐在木料上。 眼睛要垂直看着锁凿的损眼中心。 一手握草柄,另一只手握锤子。 第一凿可在距离靠近身体的损眼线的地方。 凿刃向前。 第一凿都不必中销。 拔出凿子后,随即利用凿刃的两个角移动向前。 在距离前一凿5至10毫米的地方,将凿扶正放稳。 看准,用力凿下。 然后,将枣柄向身边搬,接着向外压。 这样就可以踢去木屑。 需要注意的是,用力要均匀恰当。 尤其是最后打下的几凿,深度尽量基本一致。 如果需要将损眼凿透时,可将木料翻转。 重复前面的动作,将损眼中间部分首先凿通。 再逐步将损眼前后臂修直。 在打凿时,手要紧握凿柄,不要使凿左右摆动。 每凿一次,就要将凿前后摆动几下。 只打不摇,就容易使凿卡在木料里。 同时,还要随时注意锤坝和枣柄的牢固,以免不小心脱坝伤人。 连接时,将带有损眼的木料放在上面。 要注意尽量保持水平。 准确对准损眼的位置后,用锤子轻轻敲打,使两块木料紧密连接。 需要注意的是,像这种一块木料上需要有两个笋连接时,就要同时敲打,以免木料变形。 以上我们介绍了几种手工工具的使用方法。 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,机械工具的使用也日益增多。 作为木工,也必须掌握这些机械工具的使用方法。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精密裁板锯的具体使用方法。 精密裁板锯可以根据我们需要的尺寸,精密地锯割出合格的板材。 是建筑工地和中小型木材加工厂应用较广的一种木工机械。 采板锯一般由机架、台面、锯片、挡向板、刻度盘、电源开关等组成。 在准备锯割一块木料之前,首先要仔细识别图纸。 比如,我们现在要加工一扇门的支架。 图纸中标明长是2050毫米,宽是125毫米。 根据图纸要求的具体尺寸,就可以锯割木料了。 在操作前,一定仔细检查锯片是否有断纸、裂纹的现象。 还要检查被锯割的木材上是否有钉子等坚硬物。 以防锯伤锯齿,甚至发生伤人事故。 将所需的尺寸调至精确。 操作时,木工应站在锯片稍左的位置, 不可以和锯片站在同一直线上。 以防木料台上。